花林新议会22号上午召开了花莲县国土功能分区土草案的专案会议 而这个分区土已经报内政部审议了 为了维护人民的财产权益 耕作权还有生存 专案召集的黄兴他也邀请了建设处 地震处 原民处还有地主们一起来讨论 黄兴他建议县政府要审慎检讨调整规划 保障农民们的权益 华林新议会22号召开花莲县国土功能分区土草案 以报起内政部审议 为维护人民权益 耕作权以及生存 建议县府应该审慎调整划涉内容 那县政府早早去把相关的计划送到中央去核定 只是老百姓一堆的疑惑跟疑问的部分 他们都没有知会 而且在整个探讨的时候 他还讲说我们地方没有意见 所以就送中央去核定 去核定法 这个是很大的入差 我希望县政府谨慎的看待 这些土地的利用 其实老百姓能够提出的部分 是很简单的诉求 我的土地本来是区域计划的部分 是農务用地 你现在農我国保用地的时候 我的权益会不会完全有个受损 私人土地的部分 我建议不要纳入国土保育用地 你别提出 在中南部的部分 他们也有因为这样子的问题 提出很大的沉浅 希望他不要纳入私人土地 纳入国保土地 这点是我们花莲以为是一样的 花莲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出 已经送中央了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老百姓说 根本就不知道 你核定版跟当初公审版 拿出来公展的版 完全不一样 那现在核定的部分 是不是还有机会退回 或者是改变 那今天对于我们相关私人土地提出的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 让老百姓能够清楚跟明了 县政府要有所主张跟利用 不是随便有公务部门中央的规划 然后规划公司到我们地方来 临起规划会 那我们办了五百多场的一个 地方说明会花了三千多万 那老百姓还是搞不懂 你报到部里面的 为什么跟公展那时候 公开的展览和说明会完全不一呢 这是很大的疑惑 很大的疑惑 希望还有改变的机会 希望能够退回来 花脸的部分 退回来 议会会做成结议 再给县政府 县政府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还是不肯退回 那这个议会会做来做继续来监督 希望各位乡亲好朋友 对国土规划的部分 你有私人土地的部分 一定要加以关心 将来是被编毁什么用地 你将来的利用的价值是在哪里的 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 早点黄星表示 虽然这两年 县府都有前往各乡镇市说明 计划的内容 说明会上 大家还是不太清楚规范的内涵 早点黄星表示 他会继续监督县府 检讨花脸的内容 以保障地主人的权益 记得继续和收藏